本视频由游戏机使用技术提供 十月虽说是游戏淡季 但镜下那颗悸动的心在沙里淘金 也还是能够找出好些个独具风味的作品 这部搭配着AR全新玩法 能够在虚拟与现实里双线飙车的马利欧赛车实况 已经正式发售 另外还有一款小清新的休闲类作品 以及一款可以刷爆屏幕的正game 也值得推荐一下 下面马上播片 带你快速了解这几款游戏的方方面面 这是由加拿大独立游戏开发者Adam G.E.Liu 带来的一款纯冒险类作品 玩法简单点形容 就跟去掉了战斗部分的矿野之息差不多 玩家需要在游戏世界里收集羽毛 这些羽毛相当于体力槽 在使用多弹跳跃 攀岩和奔跑等场景动作时都要用到 而获得这些羽毛的方法便是探索岛屿 尽管整个流程有明确的目标 但实际游玩体验却相当休闲舒适 小岛的体量不大 不过路上的花花草草 沿途遇见的小动物们 都藏着许多有趣且动人的秘密 发掘这些秘密继续收集更多的羽毛 然后探索更加美丽的地区 相信如此独特的一趟短途旅行 一定会给喜欢佛系作品的玩家 带来一次沁人的游玩体验 本作并非一款常规意义上的马利欧赛车 而是通过周边与游戏相融合 构造出特别玩法的智能玩具 游戏的画面由赛车贴力拍摄 桌子变为桥洞 猫咪成为怪兽 家庭环境因视角的转变而焕然一新 并在视觉上为玩家带来趣味性 不过由于赛车的摄像头角度 不能调节 且NS的录制功能也会被关闭 所以某些绅士的大胆想法 可以就此打住了 赛道的自由创作 是本作的一个重要功能 配合独特的视角 赛车走过的地方皆可化为赛道 玩家可以发挥创意 利用家中的物品摆放障碍物 构造只属于自己的赛道 这使得关卡拥有很高的可创造性 而进入竞赛后 不管是与真人 还是叠加在画面中的NPC对战 在攻击道具集中赛车时 现实中的赛车都会停止 加速道具也同理 这种虚拟与现实的奇妙互动 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在创意之外 本作也有着比较现实的一些缺点 9980日元的较高售价 使得马利欧赛车主打的 多人同乐愿景难以实现 对于收藏用户来说 游戏只能下载 包装内不含卡带 这一点也令人难以接受 更别说深入游玩后 还有赛车周边的接收范围 不给力这项硬伤 官方推荐游玩范围 在3.5米乘3米 操控距离稍远时 容易出现画面卡顿 超大的房间 不仅无法让人拥有更好体验 反而会因为距离太远 操控性变差 而失去一部分乐趣 总的来说 这是一款创意型作品 对于热爱动手创造的玩家来说 有着别样的乐趣 但对于普通玩家 在一时的新奇感过去之后 就很难再带来持久稳定的娱乐体验了 本作是一款主打快节奏 自由移动的轻型Rogelight作品 玩家扮演的是一位白发少女 需要穿越上古机器 层层守卫的地牢 揭开世界的真相 相比起同类作品 各种奇妙有趣的道具组合 灾厄逆刃在这方面的表现比较薄弱 角色的能力和机动性在初始就已经非常强 熟练操作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不过之后可以在战斗中 行于流水般斩杀敌人 爽快感无与伦比 游戏最大的缺点是玩法有些单调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熟悉操作上 关卡的敌人种类也稀少 无法带来持续的新鲜感 战斗的强度也偏高 每次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十分强烈 必须时刻紧绷神经 特别劝退不喜爱这种游戏类型的玩家 总而言之 如果你对超高速且高难度的ACT感兴趣 那么这款作品还是值得一玩的 本集完 有 bow 不会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